最近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小豪媽 從前從前有一個小豪媽 她的外婆生病 媽媽叫她去看外婆 然後小豪媽說好 然後小豪媽就去了 然後她看到好美麗的花 就去採採一些花 然後在柱塵後面的袋子 人聽到了 然後袋子說你要去料理 然後小豪媽說我要去看外婆 然後小豪媽 然後袋子說後面還有很多美麗的花 你要去看看嗎 然後小豪媽說好 她就去了 然後袋子先去外婆家 把外婆撕掉了 躺在外婆的床上 帶著小豪媽來 小豪媽來的時候 小豪媽說 你的耳朵怎麼這麼大 那是因為我聽清楚你的聲音啊 那你眼睛怎麼這麼大 那是因為我要看清楚你 那你嘴巴怎麼這麼大 那是因為我要吃掉你 然後她叫一口氣 然後她逃到外婆床上睡著了 然後袋子經過美麗的家 聽到這麼大的鼓聲 然後小 然後帶著 然後袋子 袋子叔叔 給他大羊肚子 叫出小豪媽跟外婆 然後袋子叔叔說 你去買一些石頭過來 就在大羊肚子上 然後她裝在肚子裡 然後袋子叔叔把他捧起來 然後帶著石頭冰和水的肉 她石頭裡面太多石頭了 她石頭彎上她的肚子一樣 她叉著 她疊向水的水裡面 淹死了 然後小豪媽跟外婆跟袋子叔叔 從此以後 故起幸福快樂的生活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